后车看板上列车疯狂延误 安徽往南京列车 污点744分钟 中国人回家过年好曲折 这趟列车终于准备发车了 这是等了多久 可能要十个小时 广州车站苦等的民众露出笑容 好不容易等到发车 很可能卡在半路上 十个小时左右 因为在那边下雪 不然可能是结冰了 停止不了要不及时缓慢 从今往汉口路上下雪 导致轨道结冰无法导电 最高时速可达380公里的中国高铁 失去动力被迫停驶 民众在又黑又冷的车厢里 好不容易开了 20公里的时速 有人6小时车程 坐上16小时 比非国外还要久 甚至出现热心民众 冰天雪地里跋涉 亲自送热水到车厢骑警 下午4点钟到那个地方 一直停在那里 一直到今天中午12点钟的时候 才起步走了一点点 开车上路的民众也不好过 湖北暴雪导致风路 上百个收费站关闭 民众困在高速公路上 眼前车龙看不见镜头 下不了交流道 在车上冻了至少一天一夜 你们把要放的水壶那些袋来就可以了 钱不用给啊 有邻近热心村民利用吊栏 从桥下想方设法运送免费物资 日路上交通因恶劣天后瘫痪 中国气象局暴雪冰冻大风大雾 四种警报齐发 最快也要等到除夕游望转情 黄民无奈就怕得在路上守岁 一路塞到元宵 小离新闻 严信宇报导